其實白眼裏這件事令社會為何這麼大的爭議呢 就是明眼人都看得出 他是有一個極強的不正當動機 隱藏真相 阻撓正常的調查 去煽動黑暴 搞亂香港 亦都是配合外國的勢力《紐約時報》在選舉前 就出了他那張蒙著一隻眼的相片 做頭條 打國際線 《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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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院的常務法官可以推翻法援署的決定 批准法援申請 市民就會問 是不是一個官決定了? 用什麼的準則? 市民擔心司法批錢 讓你去告政府,就由司法機構去審 那這裡會不會有一個角色的衝突呢? 政府其實在這方面一定要檢討 否則市民現在的質疑是否法官治港和是否官官相違 其實會不會考慮呢? 因為大家在用很大量的公帑 香港又是一個超級慷慨的社會 我們在這個法官的委派律師的機制裏面 會不會好像參考一下公立醫院那樣呢? 是當事人不應該有得選擇的 應該大家是輪流的 我們現在已經展開了這個檢視工作 已經進行了 我們就希望在三個至四個月內 即是在大約第四季 即是最後的季 我們是上巡 應該我們有個結果 但是我們理解社會人士 對個別涉及司法覆核發援案件的關注 我們在進行我們剛才講的檢視工作的時候 是會認真考慮適當地增加透明度的可行性 我們在進行我們 我們在進行中 進行中 進行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